凤林证明代表会改选之后 由军职退伍的龙春文当选了代表会主席 他指出证明代表会将会念自在自民众的需求 民众盼望的他也会尽快实行 为证明来争取最大福利和基础建设 凤林证明代表会新人新气象 第22届的证明代表会主席改选之后 是由首次当选证明代表的龙春文胜出 他并表示担任主席将会施行证明的需求 与政公所争取相关资源的义注 打造凤林证的基础建设 我想我先及的主着 这个最主要就是老百姓所担忧的 我一定会念自在自 那老百姓所盼望的 我一定会尽快的来实行 也谢谢所有的前辈先进 让我有机会来担任主席 我是一个新人 我一定会很认真来执行我的职务 龙春文并表示 证明代表会将会念自在之 民众的需求 为民众所期盼的尽快来施行 为凤林证明争取最大的福利 以及基础建设 与政公所一起打造凤林客家大政 记者连接凤林证采访报道